Hi,大家好,我是Yuki 秋天快要到了 然后很多小伙伴就已经开始催舞出马丁靴的一个分享了 这一次我买了三双马丁靴 它们是同一款,但是价格非常的不一样 有59块钱,149块钱和268块钱 对,你们猜的没错 这一期就是一个马丁靴的测评视频 这三双靴子我选的也是淘宝上面 相对来说销量比较高的一些店铺 我觉得也是比较有参考意义 可以来做这一期的一个测评视频 那我自己也是很好奇 就是几十块钱,一百多,两百多的靴子 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那如果你们对这期视频内容感兴趣的话 那就跟着我一起往下看吧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双59块钱的靴子 它是长这样子的 这一双就是之前我看过抖音上很火的 那个杨幂同款的马丁靴,就是它 我自己还挺种草的 我觉得外观什么也挺好看的 这个是59块钱的 然后是这一双149块钱的 它是长这样子的 最后是这一双268块钱的 这一双是长这样子的 就大概先看一下它的一个长相 就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先从它的一个皮质上来看好了 我觉得皮鞋来说就是它的皮质是比较重要的 而且这三双鞋呢 我都有仔细就是看过它们的一个宝贝详情 以及问过卖家它们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皮质 那这一双59块钱的它的一个皮质呢 是PU皮的 大家都知道PU皮相对来说 它的价格会比较的低一些 然后舒适度啊各个方面肯定是没有真皮那些好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双149块钱的这一双 那这一双的一个材质呢 它就是头二层牛皮 就大家应该知道头二层牛皮它是不能单独去做一个东西的 皮包皮鞋都是不可以的 它是必须呢在这种皮上面附一层膜 然后呢你才可以做成我们现在的这些成品 就是皮包呀皮鞋呀 就是皮质的一些东西 那这一双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材质 那然后呢是这一双最贵的 就是这个268块钱的 它这双的一个皮质呢 就是头层牛皮 头层牛皮呢它就比头二层牛皮的一个 就是各个方面的性能都会更好一点 比如说更带磨一些 当然它的价格呢也会更高一些 那这一双的一个皮质呢 还会和之前两双有点不太一样的事 你们可以仔细看一下 它是有一个荔枝纹的纹路 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纹路 前面的两双呢 基本上就是接近于比较平稳的那种纹路是非常小的 这个也是它们就是皮质上的一个区别 从我个人就是穿皮鞋的一个经验来说 我觉得就是这种有纹路的 然后摸起来会比较软的这种 我觉得就是它从质感上面会比之前那两双 就是没有什么就是细纹路的那种会感觉更好一点 那然后呢我们再从它的一个做工上面 就是看一下这个做工都怎么样吧 因为我觉得就是皮鞋嘛 你第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可能就是它的一个材质会比较影响它的价格 第二个当然就是不管什么东西 它的一个细节啊 做工肯定就是也是比较影响价格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细节和做工方面 这一双呢是59块钱的 那这双的一个就是做工细节 你们可以这样子看一下 它这个旁边的线我觉得走的也是很流畅的 这个做工觉得还不错 但是呢看一下这个边缘的地方 它是有一点点就是胶水的那个印子 它不是好像不是一胶 是有点印子而已 我觉得是处理的不够好 那从旁边的一个就是这样的细节 这一块的一个走线这样拉近一点 它这个走线呢 就是我感觉就像那个刀孔没有切齐一样 你们有没有看到 就有一点小突出的这种小点啊 不是特别流畅的那一种感觉 这里做工呢 个人感觉就不是很好了 然后鞋带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没有什么挑剔的 就基本上马丁靴都是这样子的一个鞋带 然后我们看一下旁边这个拉链的位置 你看这里是有一个这样的侧边拉链 它这个是有一点点鼓起来的感觉 然后你们从侧边看 也是有一点点凸起的感觉有没有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里面的一个细节 就是鞋帮子里面 鞋帮子里面呢是这样子的 它是一个皮 然后呢 哇这个皮是什么鬼啊 就是这个皮它粘到一块了 你们看到吗 从这个方向看 就是皮粘到一块了 就是是什么鬼啊 可能是没有处理好 就是皮就是把它扯在一块了 然后里面呢是这样子 它这个里面的鞋垫呢 我刚刚摸了一下 有点怪 它这个鞋垫呢是那种就是像运动鞋一样的鞋垫 并且它是可以拉起来的 就是可以随意抽拉的 这个鞋垫呢就是摸上去我觉得还是比较软的 但是呢它有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 我把它推到最前面给你们看一下 它这里有很大的一个空隙 你们能看到吗 就是这个鞋垫吧 你们就是穿鞋的一个经验应该是有的 就是这个鞋垫呢会在里面来回的跑动 就是会不停的移位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比较影响鞋子就是一个上脚的效果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双 149块钱的这一双 那这一双的一个整体的感觉呢是这样子 线条这一块呢也是做的比较好的 挺精致的一个感觉 前面呢也没有什么就是太大的一个溢胶啊 或者说有胶的一个样子 还是做的比较好的 然后旁边这一块的一个走线呢 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 就是也是比较流畅这种 至少没有让人感觉这个刀好像不快 没有就是磨干净感觉 处理的还是挺好的 然后它的一个 这个鞋带子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鞋带子其实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一般都是用鞋带子 但是呢就店家还比较用心 做了一个像这样子 就有点像我们就是扎的变那边的鱼骨变的感觉有没有 就是处理的还是挺用心的比较好看精致一些 然后旁边呢是这样子的一个拉链 它这个也是侧边拉链 这个呢也是稍微有一点点骨气的感觉 侧面你们看一下有一点点 但是好像也就这么看上去不是特别的影响 这个得上脚才能知道说 哎这一点有没有什么影响 我们看一下里面 它里面呢是这样的 里面这一块呢是一个拼皮 然后里面最里面这里呢它不是皮 它是一个像网面一样的 然后有很多小气孔这一种 我觉得卖家是不是有考虑到说 哎一个透气的问题 所以就这里做了一些小气孔 这个得一会儿就是上脚之后呢 才能给你们就是分享一下 那里面的一个鞋垫呢 我抠一下 它这个鞋垫呢是抠不出来的 是一个纯黑色的鞋垫 然后它这个鞋垫的最后呢 也是就是手指可以插得进去 有一些缝隙的 就是虽然粘合在一起 但是后脚跟这一块其实并没有做到充足 就是你在穿鞋的时候 如果说你的脚和这双鞋是完全贴合的 包括后脚跟这一块的话 那你这一块肯定是可能会感觉到 有一点点不舒服 因为毕竟就是后面有一点点凹陷的感觉 但整体来说我觉得 这个外观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最后呢就是这一双最贵的 这个268的 这一双呢外观就这么看一下 你们看线条也是没有任何毛病的 然后前面呢也没有任何的胶 包括它的一个侧面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这一块的一个走线呢 也是非常工整的 这个基本上好像一百多两百多块钱的鞋 就是这一块的一个小毛病是没有的 鞋带这一块呢和一百多块钱那一双 也差不多的 你看也是像一个鱼骨便一样 挺精致的 这一点我还蛮欣赏的 就反正这个鞋带吧 我是记不出来的 觉得挺精致的 旁边这一块的一个拉链处呢 它这一块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骨起的 就会稍微的做的平整一些 可以从侧面这样子看一下 几乎从侧面就看不出什么问题来 然后把拉链拿开看一下里面 它这个里面呢是全部都是皮的 你们看整体都是皮的 然后把这个拉到看得下里面 包括里面的一个走线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块的一个走线 还挺工整的 整体全部都是这种棕色的皮在里面 然后它这个鞋垫我扣一下 这个鞋垫也是扣不起来的 它是整体复合在 就是粘在这个鞋底上面的 然后这个鞋垫的话 它这个做的我觉得就挺好的 就是直接全部都是严丝合缝的 和这一个双就是鞋 这个的话就没有任何的缝隙 我觉得穿在里面可能脚感会更好一点 这三双靴子呢 表面上的一个区别呢 就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呢 我就把这三双靴子呢 然后都穿上 跟你们分享一下它的一个脚感呀 还有各个方面的一个感受吧 这三双靴子呢 都有比较大的那种皮鞋的气味 然后鞋底的话也是比较硬的 都是橡胶底 那这个呢 也是马丁靴的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 那三双靴子的鞋型 其实也是不太一样的 那59和149块钱这两双呢 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就鞋型的话是比较偏瘦的 那268块钱的这一双呢 鞋型呢就会偏宽大一些 59块钱的这一双马丁靴呢 果然它的鞋垫是会移位的 就脚感的话也不太好 就偏硬的那种 然后内侧的话 有鼓出来的一个情况 不是很美观 它的后脚跟呢 会有一点点磨脚的情况 这双靴子呢 是三双里面就是脚感 最轻便的一双 149块钱这双靴子呢 因为它鞋垫是比较软的 会感觉没有那么的硬 然后脚感的话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舒服的 踩上去呢 会有一点点回弹力的感觉 我特意把脚 就是顶到后脚跟那一块 感受了一下它的鞋垫 它那一点点空档的位置呢 并没有对脚感产生什么影响 它的内侧呢 也是有一点点鼓出来的情况 没有一个明显磨脚的感觉 268块钱这一双呢 脚感挺不错的 但是呢 没有149块钱那么软 鞋垫那一块呢 是完全严丝合缝的 所以你的脚呢 不管在里面怎么动 都是没有什么异物感的 内侧那一块呢 鼓出的情况呢 就会好很多 不太影响它的美观 那这一双靴子呢 也是三双里面 我觉得脚感最重的一双 这三双靴子呢 就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 大家就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 去选择就好了 好了 以上呢 就是这期评测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经过我今天做的这样一个 小小的评测来讲 我觉得大部分的东西 其实还是比较遵循 就是一分价钱 一分货 这样子的道理的 那我觉得可以得出的一个 比较初步的结论 就是比较能影响 就是鞋子这一块的一个价格差 就至少是皮鞋吧 就是它的一个原材料 就是它的一个皮料 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那相对来说 就是PU皮便宜一点 那头二层牛皮呢 就是中档的下位 头牛层皮呢 相对来说就会更贵一些 那当然皮质这一块的 一个水是很深的 那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深挖一下 那也希望呢 今天这期视频呢 能够给你们在挑选鞋子这一块呢 有一个小小的帮助 那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一定要记得按小铃铛 订阅我的频道呀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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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